哇 我的妈呀 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一款适合户外使用的点火器 它刷新了我对贵的认知 去年我不是给大家介绍过一款200块钱的点火器 我说它就是户外点火器中的劳斯莱斯 谁知道我被打脸了 这一款要400块钱 它就是来自芬兰的等离子防风点火器 卡里 它为什么会卖的这么贵呢 我给大家好好盘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觉得值不值 首先它是充电的 它使用的是电产生的等离子弧 可以瞬间达到1100度的高温 这种电流火焰确实看起来非常的科幻 因为它使用的并不是明火 所以抗风能力非常的强 第二 它是全身防水的 只要你把盖子盖好 再把这个小卡扣扣紧 它就可以达到7级的防水 而且就算你把它掉落在河里面 它也可以漂浮起来 不会沉底 把它捞起来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吐槽 就是它这个卡扣扣紧了之后 真的很难拿下来 所以每次用之前都很狼狈 可能是为了防水吧 第三 它除了是一个点火器之外 它还是一个手电筒 有两档的光源可以调节 亮度是100流明 应急使用是OK的 它还有一个看似很贴心 但实则我觉得有一点点脱裤子放屁的功能 当我们把盖子打开的时候 它的手电筒是打不亮的 它是担心大家在点火的时候 可能会不小心按到手电筒的开关 然后亮瞎别人 但还是挺贴心的 感谢它 当然它也有伸缩感的设计 这一点也极大的增强了它的户外性 当我们点火的时候 可以安全一些远离火源 它也送了我们一个收纳袋和小挂绳 可以把它挂在身上还是挺帅的 总的来说这一款等离子打火机 不是 点火器 不仅能源环保 而且可以抵御强风雨水霜冻等极端的天气 而且还有手电筒的功能 确实是蛮适合户外使用的 但是价格也确实让人望而却步 家里条件好的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应该不会再有比它更贵的点火器了吧 希望以后不会被打脸